什么是日明?在商代,用天干来给人命名,叫做日明。 相传,天上有十个太阳,人们用十天干来区分这十个太阳。 甲、仪、丙、丁、物、己、庚、心、人、鬼。 每天只有一个太阳出来,十个太阳按顺序轮流直斑。 哪个太阳出来,这一天就叫哪日。 比如,假太阳出来,这一天就叫假日。 以太阳出来,这一天就叫以日。 我们来看一下商王文的日明。 从商汤开始,汤的日明叫大义。 地心就是我们熟悉的咒王。 这些名字里边都带有天干,肯定是和日期有关。 具体是怎么按日期确定名字的呢? 有很多种说法,有的说是哪天出生就配哪天的天干。 有的说是哪天去世就配哪天的天干。 还有的说是去世后按照某种规则选出一个天干来。 之外,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。 我会留下来说 цик子。 我们能不能打开选择遮下来。 以前是我们能打开选择的阳 像更新的我。 恋初和魔王文的天干。 像马沙头发前来。 以后还是需要内容可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